文化大学宿舍有四个人确诊 北市府出动机动快筛队 前往文化大学快筛了314名学生 最终结果都是阴性 不过昨天澳门官方却公布了一名 从台湾入境的确诊个案 他是文化大学的留学生 5月30号从台湾返回澳门 登机前持有阴性证明 抵达澳门之后快筛也是阴性 但9号的时候核酸检测的结果却是阳性 而跟他在台湾同住的一名室友也确诊 对此校方回应 这起案例是在全校做普筛之前发生的 这名留学生的同住室友 是在他离开台湾之后出现了发烧症状 5月31号验出确诊 也因此当时全校才会紧急做普筛 目前入住宿舍的学生筛检都是阴性 请同学和家长放心 日前文化大学男神宿舍大规模筛检后 最后通通呈现阴性 校内的群聚危机才稍稍落幕 但筛检过后 现在又爆出校内一名澳门留学生 搭机返国后被验出是确诊个案 就在上个月30号 这名澳门留学生搭乘星宇航空飞往澳门 出境时都持有PCR阴性证明 抵达澳门入境后 收次快筛结果也成阴性 没想到10天之后 核酸检测结果出炉呈现阳性 进一步追踪 该名学生并没有任何不适感 是属于无症状确诊者 这名澳门返国当天 另一名室友也搭机出境 两人都持有PCR阴性证明 但在他们出境后的隔铁 人在校的一名同住生 却出现发烧症状 校方协助筛检后验出他确诊 马上将他送往防疫旅馆隔离 校方也决定 针对男生宿舍进行普筛 而当时另一名同宿舍的 境外生普筛后则验出阴性 校方表示该名澳门留学生 是在出境后才被验出确诊 目前入住宿舍的学生 筛检都是阴性 请同学和家长放心 另外航空公司也表示 已经针对同班机的 7名机组员加强自主健康管理 避免疫情持续扩散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